哈囉!Ginni! 大家好!我是Homi的! 耶~~ 這是我跟妳的弟弟集啊 我也忘了 一起拍嗎? 一起拍啊 第二集 第二集 第二次阿元出現在我的頻道 那這一次呢我找她來拍的是 交換穿搭 很好啦 我早就想要叫妳陪我一起拍這個影片了 如果你喜歡這樣子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Ginni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臉書 一起討論穿搭美妝生活 因為我之前我們頻道的交換穿搭是 我跟亞雲還有彥婷 對 我覺得是第三個 她是第三個 原來我只是妳心目中的對方 欸~~ 我來妳家第四名 喔 OK OK 這個主題呢 主要就是說我們要找 不同風格 然後我們交換穿 可是呢不是要幫對方搭 就是直接套在對方身上 不用為了對方著想 可以喔 就是自己爽穿什麼 你就直接給她讓她穿上 然後我們看效果如何 但是呢我們自己也會示範自己的穿搭這樣 然後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 那阿元妳的平常的風格是 我覺得是可以喊 可以喊是什麼啦 沒有我就是走比較韓系一點的 對啦 就是她穿衣服幾乎都是在韓國買 喔韓風韓風 韓風衣服 因為她剛才問我說 妳覺得我的風格是什麼 我就說妳就是 韓系辣媚風啊 沒有啦我可甜可辣 哈哈哈 欸因為我們剛剛有解析了 因為韓系辣媚風 不是那種超級誇張的辣 是比較偏甜 它沒有那麼歐美啊 對對對 它是偏甜美感的辣度 就比方像妳可能會在炫耀的MV 或者是那個SOMI的MV裡頭看到那種辣 我覺得辣就是緊繃量而已 差不多 不會再更多了 妳就是那個路線沒錯 OK 我也沒有覺得沒有 欸 自己的話我是韓系日系我都喜歡嘗試 欸但我覺得妳偏日欸 對啊為什麼 可是其實我很多衣服都是韓 我知道妳很多衣服都是韓 對啊 我覺得可是髮色 喔 髮色嗎 會不會 很日系 末日系這樣 微日系的感覺 但是我自己是韓系日系 我都非常喜歡 嗯 所以我們今天也一樣準備了兩種不一樣的主題 大家一起看下去吧 好 那我們的第一套呢 大家看得出來什麼風格嗎 是運動風 這個運動風不是真的要去運動 對 運動風而已 有那個風格 未必要穿去運動 就如果大家沒辦法穿這樣去做瑜伽啦 是運動的風格的感覺 給你們參考 阿元現在身上是我的衣服 我覺得被他穿 欸被妳穿整個是 我跟你講 哪個世界啊 被我穿完全都不是運動 欸沒有可能是想要跟我運動 啊哈 我穿的話就是 鬆 慵懶 沒有 Gini穿起來就是一個model在穿Nike的感覺 但我穿的話就不是 就很像是 幹嘛妳要去哪裡 我覺得妳穿太有造型了 沒有這個妳要往上拉一下 不然妳在裡面會射黃標 好那妳要高一點點 就這邊它是有個拉鍊的 它可以拉到這邊 然後也可以再往上拉到滿 天氣涼了 對天氣涼了 它是一個 這個滑面料 是運動常會有的那種 比較透氣的面料 大家有聽到這個聲音嗎 比較透氣的面料 然後這一件我是故意拿 因為它本身是男版的尺寸 所以我是故意拿M號 我想要鬆鬆的感覺 鬆軟感 所以它沒有女版 它沒有 它就是男生的版本 然後它是臉帽的設計 那我是 因為它這個長度比較長 所以我穿短褲的話 會下半身失蹤 但是我覺得它短褲也不會太誇張啦 因為長度還OK 然後這一件 因為我很喜歡它的綠配紫色 很復古 這顏色真的很好看耶 我喜歡 我就想要穿 慵懶復古的運動風 這樣子的感覺 可是被妳穿 變得蠟蠟運動風 最後再配上一個 愛迪亞的帽子 老帽 老帽 整個復古到底啦 好 那阿遠的穿搭呢 好 我的穿搭 沒有因為上半身這樣看不出來 有任何運動的感覺 就只是一個大雪梯 有帽子 對啦帽子的部分可能有點運動 它一樣是這種 就是很經典的那種棒球帽 對 然後搭配的是大雪梯 人人都有的大雪梯 沒錯 而且今年的大雪梯 都出這種就是比較你知道 比較寬鬆版的 Oversize的感覺 對 Oversize的感覺 對 但是呢運動的地方在哪裡 在裙子的部分 這一件裙子呢 是多年前米露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哇 對 它是Adidas的 來這邊有一個Logo 對 我跟你講 雙織裙欸 因為很多的外國人 他們其實就是你知道 出去會想要走一個運動風的感覺 但他們就會搭配其中一個是 可能是Adidas或Nike 這種就是運動品牌的配件單品 喔 上身可能是素面 對 大部分 尤其是在韓國 他們有的時候他們就是 出門的時候他們不會整身都是運動品牌 他們可能是其中一個單品是運動品牌 就是這樣才有運動風的feel 對對對 就會讓你整個出去的感覺 就很像是我要去健身 對 因為這個主題的概念就是沒有我要去健身 沒有要去健身 只是要穿出休閒的運動風的感覺 鞋子的話呢就是給你穿Superstar 大家基本有的 應該都有吧 就最耐一看最好看啊 對啊就是基本的 因為穿那個跑步真的不行欸 我想連健身都不行 好痛喔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套啦 然後再來是第二個主題 我想我最期待是第二個主題 我也很害怕 你幹嘛害怕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我跟你講我期待 會不會浪浪的啊 我期待我的衣服給Gini穿 我也蠻想看 我覺得應該很好看 可以 GO 第二套來啦 第二套呢是夜店風 欸我頻道第一次做這種主題欸 我跟你講我非常的期待可以上這種主題的內容 欸 你很拿手是不是 真的 沒有我就是覺得好像不太有人敢做這樣類型的主題 可能他會黃標啦 啊 可是我的這個夜店其實是可以很 例如說 很時尚 酒吧 酒吧那種也算啊 就夜生活風 夜生活 跟你們說 現在Gini呢 因為他不想要把他的外套給脫掉 因為我覺得呢 重頭戲是外套裡頭的那一件背心 我可以這樣啊 好稍微的小露給大家看就好 欸我正面可以脫 正面沒差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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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正面 我這那個背面齁真的是 背面有點太裸露啦 但是正面這一件我相信很多人應該都在IG上面看過 因為我其實蠻常穿著這個 我也想要到古裝的肚兜欸 什麼肚兜 沒有這種穿日本欸 紅色的畫 我跟你講 日本很多男生就是那一天瘋狂看我 我就覺得 有種被引的感覺 沒有啊亂講的亂講的 這件真的很性感 這是我在 安感了啦 對 而且因為你知道他有墊 喔他的墊非常的厚 我現在 他很厚 我明明就是小平 我今天就是平胸 我現在就是一個 有D cup 有那種感覺 對不對 我看不到自己肚臍 所以你不用再另外穿內衣了 對 但因為我還 欸 沒有啦 沒有 很好很好 這件非常的性感 背後呢它是有點像是那個 交錯 交錯的 對綁帶交錯的感覺 很性感欸 對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呢 是對自己的美背非常有自信的人 對 我想這件你一定要穿 就是全場焦點 真的會 如果你的背很美的話 你就是當天夜店的Queen 喔 有沒有 因為有些人可能想找夜店Queen的一套 對 這件滿適合的耶 可以 而且它有點韓風的感覺 有一點韓國辣味的感覺 有吧 感覺要熱舞一段 配個根靴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下半身搭配的呢 是豹紋裙 其實豹紋就是今年一樣很流行 對 冬天一樣有很多就是豹紋的單品 而且我覺得這件其實很好搭欸 嗯 你今天就算想要就是上半身就是搭個比較休閒的也OK 襯衫啊 襯衫也可以 其實這件都可以 我覺得厲害就是這件上衣 對 上衣還是爆的 而且布料好小 OK的 我想布料少但它也沒有很便宜喔 啊 真的喔 對它好像也是要四五百塊 天貴吧對不對 對以這個這麼少的布料 外面呢有在照一個 啊外面就是 西裝外套 對 照一件西裝外套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想要裸露 但是又沒有那麼露 要收臉 要收臉 對 就你開始在外面排隊的時候先這樣穿 欸 進去的時候就把它脫掉 真的耶 是不是 雖然我雖然沒有很愛去夜店 但是我還是懂的 酒吧也算啊 對 酒吧也算啊 小桌 對小桌的時候 對我愛小桌 我覺得搭了這個西裝外套之後很可以 就因為看不出來那麼裸露 提升質感 就感覺只是小露對會提升質感 真的 但是整個脫掉我會僵硬到不行 對啦 我剛才講 有一些女生可能會覺得脫掉之後 會覺得很害羞 很赤裸的感覺 我覺得赤裸 欸但你很可以耶 你還穿下去日本吃飯是不是 對 餐廳裡 那一天酒妹也有去 哈哈 酒妹那一天完全沒有直視我 她講話就是這樣子默默的 對我講話的時候就繼續這樣子回答 對不對 可是因為在背啊 沒有但是因為其實 因為她比我高 所以今天不管我走前面走旁邊側面 她就看著跳到後面 對 那她也蠻紳士的 她沒有這樣 就久邊是個紳士的人 好不好 在這一支影片告訴大家她是個紳士的人 久邊是紳士的人 對 好 然後再來我這一套 還有她妳配的是靴子 白靴 整體是很亮的 而且跟靴呢 如果妳要去夜店跳舞的話 很方便 可是我真的很害怕 就是像剛才那個白色的啊 喔 會不小心被踩到 髒到爆炸 她就髒了 還有一些兔啊 朋友 朋友不小心 真的 這樣真的不太好 對但是我 我會推薦大家如果要穿靴的話 可能就穿深色 好那我的話呢 幫阿源答的是一個 他們說什麼 這樣不是去夜店 米露說這樣是怎樣 成品喔 多人哪有人 哪有 哪個人會穿這樣是成品啊 米露說看到很多人 很多女生這樣穿 米露是幾點去啊 你太晚去了 你打個時段去我也想去看一下 對啊 好我現在這一個呢 是一個棉料 貼身的 可以露肩露鎖骨上衣 它很貼耶 它很貼它超貼 然後它可以就是完全這樣子 牢牢的貼著你的身體 所以你就不怕 例如說 跳一跳走光 或是被拉鎖的時候剝掉啊 也不會因為它真的很貼 又可以露出你的一截肚子這樣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Gini跟我穿起來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耶 你穿有這種 就是炫牙的感覺 不是 我覺得我穿起來就是有一種 微 微情色的感覺 沒有 因為我覺得女生 女生在穿很貼身的衣服感覺就是 你知道會很不一樣 你知道有些女生穿很貼身 貼身衣服 你會覺得哇 風格會完全不一樣 但我覺得我穿很貼身的看就是 哇 這女的有點膠 對不對 你看你自己都點頭了 你穿好像有點騷的感覺 我反而覺得你穿這個比較辣 對不對 你穿這一套是辣的 你穿這個有點膠 欸 為什麼 是不是 為什麼 是不是很貼身的關係嗎 我覺得是因為很貼 然後畢竟你這邊比較豐滿 而且這裡因為有個這樣皺褶 會顯得這裡好像更深 你知道嗎 但這個很適合小胸 因為本身就是平胸的部分 這個就很適合啦 我覺得B cup的女生穿應該蠻好看的 B cup以內 都會很好看 就你就不用再說自己沒有料 會不會這裡很乾 對 很空 真的 會不會有空氣感 沒有 這裡不會有空氣感 對 這裡不會有那個空氣感 所以這件我覺得很推薦給小胸的女生 加上它又是薄的長袖 就會有安全感 有吧 因為你就是覺得穿這裡很安全感 因為我覺得很安全感 對 你在強調這件事情 對 我就是想要有一個安全感 但是我要有一個自己平常不一樣的自己 有沒有 對 然後我 你最近真的會穿出去嗎 我不信 好 然後我下身配的是 比較高腰的寬褲牛仔褲 然後這個寬的牛仔褲呢 因為上身是很合身的 所以下身我想說寬牛仔褲就可以平衡一下那個比例 就不要上窄下野窄這樣 啊 順身是上窄下寬 會有一種隨性又舒服 有耶 但也是長褲 遮起來 欸 我覺得你今天就是遮到底 遮到底可是又小露性感 對 就是我想要的這種夜店夜深 我要的就是直接露 要的 欸 要的露 欸 有 我覺得有 有吧 然後我一樣是配更靴 因為更靴真的是比較耐走 而且今年就是 今年秋冬很流行很夯的就是 環靴你知道嗎 對啊 一定要包到腳踝 真的 然後出更 大家今年冬天拜託 去年沒買今天也趕快買 欸對啊 其實去年又很夯了 可是去年可能沒有 這麼主打 可是今年真的好多好看的更靴喔 真的 大家趕快去買 然後我就這樣子搭配 我覺得是 我自己 當然你要穿這樣去逛街也OK啦 我會穿這樣去逛街耶 但我不會 但我不會穿這樣去什麼夜生活 什麼這樣 酒吧可能會 但是夜店絕對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會覺得我去夜店我包這樣很緊 喔 你就想要辣一點 跟平常不一樣 我要就是辣 但是我沒有想要被貼 但我就是要辣 對 我只想辣而已 因為其實我很討厭被男生貼 當然啊 就我不喜歡 但是所以我去夜店大部分就是我會 這樣子 這樣的跳法 瘋火人 我相信就是12月份的時候 你就會感受到什麼都瘋火人 我覺得不會讓男生貼到我 對 當然啊 就沒有大家知道去挑就不要 我也不會讓男生貼到 不想要被貼的朋友 好好好拜託我沒有想被貼 幫我瘋火人 欸我記得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去夜店 我們就好幾個女生一起跳 擠在一起跳得很開心 然後我朋友就一直被一個男生貼 我就很生氣 我就這樣把他甩過來 我就把我朋友這樣甩到另一邊 然後男生又跟過去 好可怕喔 然後我就把他甩到另一邊 我就把他抱緊緊的 就是沒有他 不讓他給人家吃 好可怕 瘋火人這招我覺得不錯 不錯吧 我沒有想到有這招 我沒有想到有這招 下次不想要碰我 可以可以 爪跳啊這樣子 沒有 我就 喔喔喔這樣 我跟你講我雖然喜歡穿著辣 喜歡穿著騷 但是其實就是 我是不喜歡被人生碰的 被看是OK 欸但你應該不想被那種 那樣當然不行 對對對 那種當然不行啊 欣賞OK 欣賞可以啦 對 好 好 今天就是我們的兩套主題穿著 我們交換大家喜歡哪一套呢 對 這套這套 欸 君妮穿著套真的很OK 沒有OK 很害羞 我不會瑞芬幫你戴這一套 我不要 我不要 還好 好那如果喜歡這樣子的影片 就喜歡 還有今天我們兩個的頻道 那阿圓那邊還有另外一支 關於星座主題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雙魚座囉 在這邊 好 下次見囉 過幾天見 掰掰 風火輪 請記得是追蹤風火輪 還有追蹤我們的IG